加班辛苦了 我给你煎了一个爱心的 你看 谢谢 你不吃啊 我不吃 你不是总说我胖吗 所以我要减肥了 这才是真的 不是 你也不用这么极端吧 你 行吧 有这个意识呢 总比没有强 我再相信你一次 好吧 你那个衬衫 我也给你运好了装袋子 你倒是记得拿走 裤子呢 别放里面了 都放一起了 行 好 辛苦 谢谢 你看 没有我 你怎么办呀 一个家庭总有一个主外 一个主内 一个负责挣钱 一个伺候挣钱 别拿这些啊 当成你不努力的理由啊 我提醒你 我问你 你这个业绩怎么样 说实话啊 还可以 还可以是什么概念啊 你具体一点啊 一单 你这个月都到现在了 才 才开了一单 行 你可真行 你有把这荷包蛋 煎成五角星这功夫 你就不能钻业钻业的业务嘛 我不是五角星 这是爱心 你别管什么心 什么 行 反正你那也不叫什么业务 但是你看看人家李沐佳 你看看几点了 人家还在加班呢 你看看你 那所有人都在往前跑 就你还原地踏步呢 你也不着急 真是 我知道了你 光荣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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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吃吧 那锅里还有面 我给你饮一碗吧 回来了 我又不是生活不能自理 我自己能煮 你还要煮 好吃吗 好吃 那我说 穆佳呀 你们组天天这么晚啊 嗯 对了 我听说 吴律接了那个 北方置地收购的项目 嗯 有这项目可不简单 你们能完成吗 能 你能完成吗 沐佳呀 你现在说话这语气啊 跟吴律特别像 特别洒 你知道吗 夸我 那呀 当然是夸你了 对了 我跟你说个事啊 你别看吴律 在单位挺洒的 但他也有办愁的事 你知道吗 他现在正在闹离婚呢 但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 他那老公不像离 你知道吗 你有完没完啊 我说 我说的 那为什么不想离呢 你说为什么不想离啊 因为钱呗 你知道他们家住哪儿啊 他们家住金龙湾 那一套房子上千万呢 上千万啊 天哪 住在里面 能成心还是怎么着 行行行 别大惊小怪的 上千万很多钱吗 那当然很多钱啊 我问我爸要了两万 他都给我续到半年了 行行行 你爸呀 那是目光短浅 能跟人家能比呢 放花鹏 说话过分了啊 对不起啊 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 嗯 但是呢 我说这话啊 话糙里不糙 诚诚啊 你看啊 你觉得这个 上千万的豪宅高攀不起 但是大城市它就是这样啊 它就是一方难求啊 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要来这儿啊 不就是要见识更大的世界吗 对吧 所以我们要有信心 有信念 我不能总盯着一亩三分地儿 不能目光短浅 你说对吧 但我留在北京是因为你啊 亏是为了我呀 如果是为了我的话 那从现在开始你就努力就行了 对吧 你不能每天总是啊 一个月就开个 诚诚 我有点饿了 帮我煮个面吧 哎呀 行了 你煮面吧 我回去了 你要不把蛋吃完啊 不不不不 吃饱了 吃饱了 走了啊 义父 义父 你不许去 你知道他在接拿什么样吗 他是会笑的 他跟你说过你去哪儿 他去哪儿呢 那他这么优秀 肯定是他去哪儿 我去哪儿啊 他愿意带你去嘛 所以我才有追啊 你别拉我了 我一会儿打不上他 你有点骨气 行不行 你给我回来 有本事 别回 没本事 怎么了 田中卫又被教育了 黄鹏 你衣服忘记拿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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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去记得挂起来 别放在沙发上又皱了 行 快上去吧 我走了啊 那个 反正就两站地铁 我送了你吧 别送了 贵冷了 快上去吧 我就想跟你多待会儿 行 走吧 别动了 衣服也不济 你看你一天天的 走了 走了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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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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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怎么了 不是 我没别的意思 我不是不想介绍你 我现在因为你的事 我 我一点心情都没有了 所以我不想跟他们寒暄 那我们连续进来给你送午饭 您给大家介绍吧 咱能别作了吗 我求你了 总纠结这点事有什么用啊 想点正事不行吗 快走吧 走吧 走不走啊 阿姨对我可真好 你说我也无以为报 我只能嫁给他儿子了 你连他儿子电话都不接 你想起来了 我那个手机啊 在路上不小心给摔了 打不了啊 你看 坏了 我都习惯了 你这几个手机啊 跟你遭了罪了 你习惯啥 你别习惯了 来 生气了 可不能生气啊 我必须得把你哄好了 不然你这饺子我可吃不下 你快吃吧你 你单位真喜欢 让你加班加到这个点 把你当生活用的 那我还是大生活 你看我这么幸福 你就别跟我生气了 不生气了 这样 我们周末呀 去吃牛排好不好 你看 听说他们家牛排可好吃了 咱们周五去吃吧 我发誓 我这周五绝对绝对不加班 绝对不放你鸽子 那你要是再放我鸽子 我就罚你 罚我以身相许 怎么能是惩罚呢 那是奖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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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田荣这一时半会儿 要回过来是不是 刚才是 不行不行 你先走 你先走 太好了 行吗 我喝酒了 我去看一会儿 拜拜啊 打电话啊 干什么呀不能喝酒 我送饭华婆回去的路上 看到你们金达的同事了 他们问我是谁 她都不介绍我就走了 我说 那我明天去金达给你送饭 你跟大家介绍我 她也不同意 你说 饭华婆她到底爱不爱我 她不爱你 但我很爱她呀 她那么优秀 你要不是去他们学校蹭课 我根本不可能 跟这样的学霸有交集 而且她以前对我真的很好 你对她不是更好吗 你们俩在一块之后 她洗过衣服吗 她做过饭吗 她整理过房间吗 是不是都是你做的 你把她当男神 她呢 她把你当女仆 你不能这么说 她一直让我上进 说我自己不做 她鼓励你上进 她怎么不先学会自理啊 天天想被你照顾得 舒舒服服的 然后反过来 抱怨你动力不足 她是不是脑子有病 这就是悖论 那你说我要怎么办 你跟她说分手 要分也是咱们提 现在立刻 马上你给她打电话 你说分手 对 我要跟她分手 要甩的时候我先甩她 就是 打电话去 老娘不伺候 打呀 我给你打 孟佳 你让我缓缓 今天太晚了 如果打了我就睡不着了 我真的是太惨了 失恋和失业齐头并进 别人都开始跑了 我鞋头还没找到呢 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失业了 我这个月只开了一单 还是陈青帮我开的 钱还没给我呢 保险让你帮她垫 多少钱 一百块 一百块钱那没问题 这样 我买一份 给小丁买一份 这样一个月 咱们就开三单了 好吗 那天下班的时候 经理找我谈话 他说我业绩太差了 激临淘汰的边缘 你们都在进步 就我在反复失业 你难道少花鹏这么对我呢 不是 这男生怎么这么现实 爱情不应该是同甘共苦的吗 也不能说是男生现实吧 所有人都现实 接个电话 吴律师 新闻发布会定在本周五 你通知一下美国那边律师 好 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通知 好 再见 先迟着打电话 好 你好 先生 先生 新闻 新闻发布会计 是上星期晚的 是 我会在酒店召送你 稍微 稍微 很幸运 你欢迎来 欢迎来 再见 文家 你现在跟你说得好好 我好几拿都会说 我还答应小丁这周末去吃牛排呢 又来活了 我觉得你现在也比灯芝她厉害 那我问你 在你心里会不会有 一千顶 和不少的 没有啊 绝对没有 我们俩都认为 爱情是应该同甘姑姑 但是也得先有花爱情嘛 是的 椰木 所以